25号上午11点左右,于瑶市皇家布镇一个小区,一名男子站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雨棚上,双手抓住防盗窗。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,立即架设一把拉梯到男子旁边,男子顺着拉梯顺利爬了下来。 被救男子说,当天只有他儿子一个人在家,他回家后发现门被反锁了,敲门、喊叫都没有回应。因担心孩子的安全,他打算从窗户翻进家中把门打开,但爬到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时候,他发现上下为难,邻居帮忙报了警。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,消防人员顺着拉梯爬到三楼,从窗户翻进家中,之后开门让男子进入家中,男子打开了卧室门。 原来,孩子锁住房门后在家睡觉,没有听到父亲的敲门声。